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足智多谋的防玄灵等等 天下英雄 进入我构中 那么李渊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让无数英雄心甘情愿地给他打工呢 他的臣氏说出来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他是隋杨帝的大表哥 低调 低调 穷人爱炫耀 豪门爱低调 早在北周时期 李家便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豪门 到了隋朝 李家又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 说起来啊 李渊还是独孤皇后的外甥 隋杨帝的大表哥 朝里有人好做官 宫里有人能一天 不过隋杨帝可不咋待见李渊这个大表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隋杨帝几乎天天盼着李渊出门被车撞 全家死光光 你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不死不活 浪费人民币 隋杨帝为啥总盼着李渊早死呢 因为李渊在国内人气高 口碑好 而且他的朋友圈里大多都是精英 这让隋杨帝深深地感到 李渊对他的皇位已经构成了威胁 为了避免隋杨帝对他下黑手 李渊连忙开启自黑模式 比如 整天喝花酒收受灰 感情深 一口闷 为啥自黑能够自保呢 你想啊 一个整天喝花酒 收受贿赂的人 能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吗 所以 只要不威胁的皇权 其他事对于隋杨帝而言 那都不是事 不怕你有污点 就怕你没缺点 后来隋杨帝作死 搞得天下大乱 李渊索性在他的管辖地太原也反了 这事被称为太原起兵 带我夺取天下 许你流亡天涯 事实上 李渊一开始并不想造反 但后来为啥又突然决定造反了呢 那是因为他找了二儿子李世民的道 儿子 为啥要坑贴呀 因为 恨爹不成钢 李世民是如何逼迫李渊造反的呢 他并没有明着来 而是选择曲线救国 从老爸的铁哥们裴激下手 李世民为了跟裴激一套近乎 便派人跟裴激赌博 故意输给裴激一大笔钱 情场是意 赌场得意 嘿嘿 裴激见李世民很会来事 便决定帮李世民给李渊下套 裴激故意让隋杨帝的宫女去侍奉李渊 事后裴激才告诉李渊 侍奉她的是隋杨帝的宫女 豪华潭水深千尺 不计朋友坑到死啊 紧接着 裴激吓唬李渊说 皇帝要是知道 你敢让他的宫女侍奉你 指定会宰了你 你啊 还是赶紧造反保命吧 李渊没辙了 只好反了 上了贼船 就跟贼走 李渊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地反了 但他却是个造反的好苗子 一口气便杀到了长安城 并且轻松拿下了长安城 阁下顾个惊奇 天赋异禀 干啥啥行 不服 不情啊 其实李渊能顺利拿下长安城 他的女儿平阳公主 也功不可没 你不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而是爸爸的贴身防弹衣啊 李渊刚起义时 平阳公主独自一人 便拉起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 老百姓都管他叫李娘子 称他的军队为娘子军 娘子军这个词啊 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古有花莫兰 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 扛枪为人民 一提到娘子军 你是不是以为 这支军队里全是女人 其实啊 当时的娘子军里 除了平阳公主是女人 其他全是操汉子啊 此外 今天的旅游圣地 娘子官 也与平阳公主有关 就是因为 平阳公主曾镇守此地 才改名娘子官的 拿下长安后的礼院 完全当隋阳帝不存在 直接在长安 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等隋阳帝一死 李游将傀儡皇帝踢下来 自己做了皇帝 由于他以前的爵位是 唐国公 所以定国号为唐 大唐王朝就这么诞生了 我是李游 我为大唐代言 李游虽然已经称帝 但此时他的地盘还小得可怜 如果他想一统天下 就必须继续打怪升级 那么他将会遇到 那些小怪兽呢 咱们下集再讲 如果没有太原起兵 就没有后来的大唐王朝 但对于到底谁才是 太原起兵的策划人 历来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李世民 也有人说是李游 不管怎么说 李游作为大唐王朝的开创者 对大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之后 再次回到你 本事先评论 新闻资本 我们下期见 是我们下期见 不论